大家好,今次和大家開箱的是超人發光扭蛋,光莫拉 今次都是開箱發光扭蛋系列,但蒙面超人的發光扭蛋好像沒有聲音 講述這個玩偶,這個玩偶跟之前的一套扭蛋叫怪獸博覽的這套扭蛋有關聯 當中光莫拉抹大口的頭可以套到這個玩偶的身上 因為之前我沒有買過一套扭蛋,所以今次就展示不了替換頭給大家看 開箱後,裡面不算多東西,除了玩偶本體外,還有一條斷了的尾巴,還有一盞燈 我們先看看玩偶,玩偶有獨立包包 頭的組裝都很簡單,對準的位置就完成了 玩偶頭這部分,耳朵紅色的甜蜜有還原度,我覺得這裏做得不錯 至於手部分,兩隻手都不可以動 玩偶頭這裏做得不錯,沒什麼問題 整隻玩偶給我一種感覺,有點像那些大膠玩偶的感覺 至於腳掌這裏,兩隻腳都不可以動 玩偶後頸這裏有條痕,但其實是拋不到下來的 我們來換一換尾巴 尾巴相當實,要拋出來,要用很大力度才可以拋下來 玩偶後頸這裏,就算沒有尾巴,都可以站得很實 裝上斷尾巴,要用很大力度才可以拋進去 進去 接著放一盞發光燈進去 其實這裏出現了一個小問題 在公仔裏面,大家看這張圖也看到 其實裏面有條痕在 變相是頂住了發光燈放進去 之後,大家看影片也看到 我需要很大力才可以推到公仔的頭盒 之後也因為太大力放這盞燈的原因 推得太人 變相當困難 我都推了好多才可以推出 我不知道其他光幕有沒有出現這個問題 我這隻公仔的確有個嚴重的問題發生 這個公仔訂價是$500 我個人覺得算是貴了少少 價錢上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比貝利亞貴了少少 但零件比貝利亞少少 當然,作為經典怪獸光莫拉 他仍然有一定價值 我猜有草開這系列的師兄應該不會放過 今天的開箱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和按讚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